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去练习写写看清除 清除的按钮 它在做什么事 就是当我点一下清除 把现有已经填的资料 全部变成什么 空白 我还是先把这句话 我还是先把这句话 其实我在思考事情的时候 我都是先回归到 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接下来再去思考怎么做 所以呢 我就把刚刚我要做的事情 清清楚楚用文字来去表达 我现在想要做什么 这个清除按钮 我现在是不是要写清除按钮 那清除按钮怎么做 那应该是要问说 它做什么事吗 你要告诉电脑它做什么事 清除按钮 当我点一下 点一下清除按钮 它要做什么事呢 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 就是将将什么 学号的文字方块 变成什么 变成空白 好那就一死内推了嘛 对不对 好 那 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学号的 taste bus 叫什么 是不是叫做 stext 里面的什么 内容 变成什么 空白怎么写就两撇两撇 对不对 所以会不会写这句话 那这句话怎么改写呢 是不是就变成这样子了 就是 stext 点点什么 stext 等于 空白空白 不就写完了吗 所以我们 复制这一段 后面一样啦 对不对 后面其实大同小异嘛 好 您看一下哦 清除 是不是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就跳到 清除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要写四个 第一个是不是要写 学号 学号是不是 stext 点 test 点空白 然后呢 接下来是不是还有 n name的 test 的什么 内容 变成空白 然后呢 国文 还有 英文 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看看 是不是正常 例如说 啊对不起 点它 然后执行 例如我现在就随便输入咯 输入例如说 那个3101 然后假设cam 然后92 93 哎我发现 打错了 打错我就点清楚嘛 是不是就没有了 因为它就把 每一个内容 全部都变成空白 就这样子而已 好 所以会做新增 应该理论上 清除不是很困难 真的 真的 建议各位 用这样子来去思考 你应该要先思考 是说 这句话 这句话 你能不能清楚表达 OK 请你们 现在来练习一下 清除按钮的一个 撰写 程式码的撰写